投机股当到元宇宙喷到第二季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要分清楚哦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欢迎吴张红胡老师 婉伦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投机股当到元宇宙是不是能喷到Q2呢 其实前几天我们也有追踪我们的元宇宙概念股 那个时候就说我们的元宇宙要follow指标股 老师那接下来要怎么看呢 好之前我们就有讲到 我说这个元宇宙就是要以威胜集团为首 是那威胜集团 但就是前面两个字威胜 最重要的 那威胜到底怎么样 来我们统来看一下 威胜之前我讲过 我说如果他回补了空方缺口之后 假设他还能够继续攻的话 那当然就还有机会再往上去挑战 但是他今天其实是继续涨的呀老师 对他今天就是说我们在看K线的时候 欢迎会有个迷思就是说 他的股价是在涨 但是他K线不一定是红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K线是以所谓的 他的开盘价为基准 当他的开盘价 如果这现在价格比他还低的时候 那他的K线就是黑色的了 那换句话说如果他开得很高 但是他没有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他的K线就会变成黑色 但是股价是涨头 那就代表什么 卖压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大家趁涨的时候 有人会先跑 那这个跑的人是谁 但是我们就后面就看了 可以看得出来 那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K线是怎么样 跳空之后的一个墓碑线 而且是黑色的 哇墓碑线 对 除非是收盘能够收在开盘价值上 那这个K线才能翻变成红色 那如果说没有翻成红色的 你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有人开始在做烙跑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 非常像这个法人的烙跑 就是逃命波 那所谓的法人逃命波就是说 他会先急拉一波 那为什么要急拉呢 但是要让散物跳进来 那跳进来之后 他才有办法去出货 所以说最近的很多电子股都在走这个套路 所以投资朋友你可能要去注意 尤其上面的沉重的解套卖压区 我觉得要克服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对照下来 左边都是山 对而且那个山的量大不大 很大 那跟现在的量比较 天差地别 对不对 所以说要去克服这个沉重的解套卖压区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因此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再去追这个威胜的话 可能要提防换手套 管轮知道什么叫换手套吗 我知道啊 就是他从这个套住 然后换到另外一个人套住 那么如果说已经就是套在里面的人怎么办 套在里面我觉得这波的反弹 也让你少赔的非常的多 那从大赔变小赔 那总比你一直套 套在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得好 所以老师的意思其实是换骨操作 对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先把现金拿回来 如果你有更好的标的的话 我觉得反而有机会 好那再来就是看这个宏达电 宏达电也是不能就是赶快跳进去 对 其实我们在解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自己去看 不要只看K线 更不要只看价格 你可以看那个下面的量 量跟资 就是说前面的那个高档的量 那个真的是跟现在来比的话 最少多了三四倍以上 对 就是说因此你会去想到一个问题 这些人想不想跑 如果他已经被套住了 而且他套住的量那么大 那他现在不跑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看得到他还在涨 所以不想出 是其实我们节目也是为了要关心 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毕竟套住也是还蛮痛苦的 对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套住他不想出的原因 他并不是真的解套 也没有什么大赚 只是说因为他还在涨 他在等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到一个什么 关键点 你怕他说 留意一下关键点 对他又转弱了你怎么办 你就失去了那个可以解套的机会 对不对 结果也是要来关心大家 对 所以这个关键点 六四点八你就要注意了 假设这个六四点八又再度跌破的话 代表他可能又再度转弱了 所以这个地方投资朋友你要小心 因为毕竟这个量跟之前真的 没办法去做比较 所以你要去消化前面那么大的一个套牢卖压 我觉得就算真的非常的好 还要去花时间 可是还有一个重点 他到现在都还没赚钱 那要是第一季财报出来又是不好的话 甚至于一月份 二月份还在亏损的时候 这个价格能不能去撑得住 这可能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再来就是在建达 建达在这地方就很明显的 你看他来到了这个沉重的解套卖压区之后 就马上被压回来 压回的幅度又非常的大 好最近虽然因为大盘没跌 所以他跟着又稍微反弹的上去 可是他这个反弹的这几天的量 就完全没有放出来 就没有人要追啦 今天讲的那么简单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说变成大家只等着什么 看什么时候赶快卖 就等那个讯号 因为只要大盘不跌 大家都不想卖 每次都等到大盘真的重挫大跌 大家才想卖股票 其实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不趁市场最乐观的时候 去出股票 不是最棒吗 好那再来就是威风电子 那威风电子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注意 它的关键点是在212 那240块以上的这个解套卖压 它是非常沉重的 我觉得要过并不容易 因为我这个K线图还没有去把它缩小 如果你自己回去看 看那个前面的话 240以上的那个成交价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 你要去注意每一档股票的关键点 以及它的解套卖下去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的LINE 跟Tagran 财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